大家好是泰德 这样啊 带来的是种族荣耀对抗赛这场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是由兽族对抗人族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的话 令是很漂亮的战胜了一个英斐 然后第二把的话 是由韩国选手麦斯 然后来迎战韩国选手的令 然后很多朋友说嘛 哎 为什么泰德 这个Chek一言当断这个主题里干嘛 Chek明明是一个暗夜 怎么老是乱入各种人的主题 比如说UD打兽族的时候 或者这场人主打兽族的时候 为什么Chek老在给你们说 韩国也是分网络好跟网络坏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Chek当时在韩国 我记得我们中国选手 跟韩国选手打的话 更多的是Chek的主题是非常的好 他对于韩国选手 跟中国选手 PIN都是非常的低的 然后所以说 他是我们当时圈里面 公认的黄金主题 至于这个黄金主题的嘛 还有很多留学生同学 当时我们打欧洲比赛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 我这的话还记得有些叫啥 叫桑林 有个叫桑林 然后有个叫Lina Lina是个妹子 反正我印象里满身的 打欧洲比赛嘛 毕竟欧洲的那个主题是有点水的 令这里的话 这一把 哎 家里低动是招在外面了 可以看到这一把令 又是要给大家带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呀 好 在比较开始之前呢 还是给自己一个淘宝小人打小龙 我最喜欢打这些淘宝小人的零食店了 因为现在零食店的话 有很好吃的大礼包 像那个礼包里面有鸡腿肉啊 有一个猪肉谱啊 还有一个XO24K 帝王纯牛肉粒 特别特别得劲儿 真的很适合在光看直播 光看视频的时候来密洗一顿 这里的话 Lina是直接在野外造了个地洞 就看得出来这一把 他应该是要树联一个533的 然后在这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一个直播呢 从战旗已经转到了斗鱼 喜欢我的一个直播的同学的话 可以登陆3w.斗鱼TV.com 斜杠K的615 615的话是我的一个生日 你们也懂的 这里的话 Lin是直接剑圣带大击出来以后 配合地洞链级 这种链级的一个风格 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见 而且是打SV这个地图 在上一把的话 因为打Lin的时候 Lin是选择了直接去陪 而这一把选择了直接来一个链级 可以想到 Lin这个学生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变的 所以你想针对他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MICE上面的话 他是一个韩国非常出名的 一个老牌主角选拳手 他当时跟修布其实是齐名的 别说韩国人主是不出名 只是韩国盛产其他的 比如说都知道 棒子是出那个什么 泡菜的 因为泡菜实在是太有名 然后呢又蛮好吃的 所以说韩国人主 其实是非常悲催的 就跟中国UD是差不多 只能说周围的环境太好了 压了他们是生活不能自理 然后这里话很多朋友也在微信里来问我嘛 不是高考结束了嘛 高考结束了以后 分啊也是出来了 然后有些东西考得好 考得差的 然后考得差的要问我 哎 太多这个考得比较差 要以后生活该怎么面对呢 这个大学也没考好啊 这个父母那关也过不去 我跟你说 大学无非就是你换个地方来看TED的一个视频 真的 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大学里面要多去实践 多去参与一些公益或者是参与一些社会的一些活动 因为你学校里学的知识的话最终是要换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些那个能力的 像我发生以前看TED的时候 不是店里也雇佣了一些大学生的一些同学吗 有些大学生就是懒得不行 就是属于好吃懒做混吃东西的 这种是我特别特别不喜欢的 然后呢也有那种特别勤奋 然后比如说就是勤工俭学 最关是有些同学的话 他是属于家里还算生活条件不错 他其实并不是为了那个工资来打工的 他更都是为了一些 就是生活那个社会上的一个阅历和经验来打工的 其实这种同学的话 你大学毕业了以后 会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一些优势的 这的话令这一把你看到他的一个打法就是非常的飘了 他直接练完五神山 陪了一下人主以后 逼迫人主去练了一个三级的一个怪 然后自己顺势把这个商店给收掉了 哦不是 疯狂给收掉了 这个等级的话 已经是兽主远远超过了人主的一个经验 如果再杀两个步兵的话 这名剑身就直接能升到三级 三级剑身打二级大法师 这个无马的追着有马的 这绝对是满地图跑 这个绝对要从东京跑到加勒比海 是吧 绝对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 另一个剑身的话 是面对风口家里的一个人主 是毫无办法的 但这个时候经验差那么一点 该怎么办呢 还好 旁边是有一个炼击的一个点的 这个鱼人死了的话 再打一个二鱼人 就能升到一个三级了 而大法师在这边的话 是直接追死了一个大技 前期对于迈死来说 他好像是 感觉啊 我是那么感觉的 人主打剑身的话 剑身升到三级 跟UD打剑身差不多的 就是心里有点慌 因为这个杀英雄 是非常的夸张的 你看他这一把的话 令的一个蓝色 非常充裕的 万一大法师所为不好 还真的是有可能 在二本还没进攻的时候 就被人家打死了 另一个话是 走过路过准备去买个鞋子的时候 直接遇到了一个 三级的一个鱼人在练 好 这一波的话 又是利用一个极限开几分布 是药缸没打断 把身上的道具一卖 又是买了个头环跟一个鞋 妈呀 这一个健身的装备 简直是有点爆炸呀 现在受住的话 家里二本是已经好了 直接先摆B1BS 其实这种是一个小细节的 B1BS先摆的话 可以防止人主来一个 二本强行打退建筑的 这里的话 麦斯直接回家想练一个上二腰 到达一个三级 只可惜 诶 我这个怪呢 怎么被这个土匪给抢走了 另这边的话 健身也是不闲着呀 其实健身打小地图的话 更多就是说 要让对方随时随地的 感觉到你就在他的一个身边 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感觉的 加上令的话 真的是属于一气呵成 而且是 把麦斯给活时日困在一个家里了 麦斯这里MK出来的以后 哪都不敢去 就是觉得对方三级精神应该是看着我的 而这个时候 麦斯练完了 这一个男胖子又是开开进去的走了 其实这两波打完了以后 麦的一个心理战打的是非常的好的 每次过去调性一下对面的一个大法师 就直接能把大法师给困在一个家里 这是俗称的 一年被蛇咬 九年怕紧神了 是吧 差不多就行了 是吧 这年头TED书读多少 你们要理解一下 哎 归根结底就是那个什么 是吧 好好你懂的 这个也不说了 好在这的话给大家说一个那个 就刚考进大学同学 或者是即将毕业同学的一个诀窍 其实像TED的话 这个在社会上工作也是工作了蛮多年的 就是要想成功的 紧急于这几句话 要成功 那个 那个先发疯 头脑简单 向前冲 我说这句话绝对是没错的 因为你的初心能保证好的话 我说做事 你的动力就会非常的纯 非常的干净 然后是做起来 事来的话非常的逮劲了 这的话令刚才一个健身 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这里只能说麦斯有点怂 其实刚才 麦斯这里是打了个大物敌 看到对方健身跟小薇来了以后 直接选择TP 我只能说刚才那一波的话 令健身是没有难 直接转头跟令打的话 还是能打过的 毕竟小薇这里是 带四个大吉 跟应该没难的健身 跟麦斯打的话 麦斯有MK 怂啥呀怂 直接往前面冲就行了 现在麦斯的话 这一波直接拉了那么多的一个农民 十有八九 是要去来一个阿尔本塔了 而令这边的话 是知道对方可料来了 赶紧的先往后面说一下 但是麦斯这一波的话 好像又有点不同 这一把真的是心机 是吧 后面那个字我不说了 你们自己拆去 这个心机对心机啊 这里健身的话 是站在这个阴暗的小脚肉里面 准备抢一个五级的一个男胖子 但这里有大量的一个民兵 你这个健身还真的是不好下刀啊 这里健身的话 是直接一个跳皮 但跳出来的同时 MK是直接一锤子 把它给定在一个原地了 谁告诉你 MK 就是属于那个抢怪的 其实抢怪跟保护怪是两次 那个一码的事儿的 你把人家捶晕了 人家也是没办法来抢你的一个宝 跟一个经验的 好 麦斯这一波的话 是有点凶啊 磕了一个大蓝以后 直接招起水坝吧 往前面冲了 其实打的是大蓝的话 十有八九都是会给MK的 而麦斯这一把的话 是直接给了一个大法师来一个大蓝的 这里MK是往前面一顶 阶层这边是找一个很好的位置 想去砍一下这个英雄 但这个位置的话 是前面有大量的步兵跟民兵 跟农民在前面顶着的 这个阵型对于麦斯来说 是直接展开了 兽主面对这种阵型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 因为后面的一些 远程人住的一个单位的话 可以不停的来一个输出 现在令的话 这个白牛没有一个驱散 前排的一个大击 全部被缓输了以后的话 明显可以看到 部队的一个攻击输出下降的 太厉害太厉害了 现在的话 健身的一个输出 也是不停在切一下 这个女巫什么的 但是呢 MK一个狼头 据说你要打我小弟 打我兄弟 可以看到 现在健身来说的话 就非常尴尬了 一旦 他的一个输出打不出来 或者打不到一个 关键一个点的话 剩下的一些部队 其实对于人主来说 威胁都不是太大了 这一把的话 麦斯直接在前线 起了两个圣塔 而这边白牛的话 越打越少啊 一个锤子一斩 属于爸爸在这 真的是立了一个大功 这个大狼给这个大法师 真的是没有给错 他完成了一个MK 不能完成这件事 就是说战场上的一个兵力 随时都能超过一个兽足 而对于兽足来说的话 这边小歪身上是有一个蓝瓶 想强杀一个大法师 大法师这里也有一个无敌的 所以这一波打完之后 发现情况不对 菊花加紧的立马撤退 但这两个苦工表示 你这个家属也都没给我贴到啊 这个不公平了 现在的话 令这边是只剩三个狼奇 两个英雄 一个锤子留下来以后 想跑 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坚神的话 是直接找这个MK来颁命 但突然发现MK这个血量点马 甚至还有一个大无敌 从哪下刀也不合适啊 现在的话令是又只能是用狼奇往一下 然后一个一个截杀一下边 但是他忽略一个东西又啥 MK一旦出了一个被动晕 或者他有蓝的话 这一个换兵的话 兽族其实是换不过人住的 因为兽族的一个法师部队 它是比较便宜 然后性价比呢 又是非常的高 现在精神是升到一个四级了 这一把跟上一把 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上一把英飞打令的时候 其实也是想练下级 然后跟令打一个后期 但是呢 英飞在中期的时候 是死了一个大法师 经济是有点崩盘 而麦斯这一把的话 是不慌不忙 虽说是TP了 但是他是慢慢的练了两个大点 把等级给拉上去了 现在的话 对于令来说就非常尴尬了 前线两个圣塔 就意味着你这个白牛也好 这个小歪 健身也好 都是属于上不去的 而且 麦斯的一个细节是非常的好的 用这个二本的一个 玩塔的一个打法的话 他是提前把这个凡银给升了 这就等于说 战场的一个情况是随时随地 都能看到健身的一个走位了 现在的话 健身跟一些部队 也是没办法 应该锤子一砸 又砸到一个狼旗 这里令不能忍啊 灵魂练一套 我要找你刚 但这里刚了半天的话 对于令来说 还是有点伤的 避水爸爸这种东西 是不要钱的呀 招出来就行了 这里的话 哎呀 我只能说这个狼旗命有点大呀 命不该绝的那种感觉 这里白牛是开了一个虚无以后 但是还是躲不了这一个男女巫的一个攻击的 说说人族或者是吹风流的话 打兽族还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东西 毕竟不靠物理攻击来打的 现在的话 狼旗一出来以缓速 剑身加上一个缓速的话 人族这边拉扯的一个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只能说啊 我拿的这个西瓜都是一个玄铁剑的 想往上面砍的是也没办法 现在对于令来说的话 只能在野外依靠这个泉水来一下补给了 而对于麦斯来说的话 可以不停的推进 这一把很多朋友就说嘛 哎 麦斯为什么不体贱他 看一下 家里有伐木厂吗 家里一个采木的农民都没了 全部拉到前线了 这一波就是属于麦斯的 砸锅麦铁破釜沉舟一波流 麦斯这里的话是直接在前线准备起一个商店 毕竟有商店的话 你这个补给才不会落下 这里的话麦斯调整一下真心 先从外面开始拆 令这边的话是直接在外面练一下 这一个龙这个田 毕竟这个时候你回家什么都干不了 还不如练一个点再说了 现在麦斯也是开始慢慢往里面再推 但突然发现 哎 令你这一个部队不回来是吧 你不回来那就别怪不客气了 一个锤子一砸 这个狼旗又是表示 我还没跟大部队会合 就直接躺地上了 现在的话前线的一个男女巫数量 是越来越多了 麦斯这个女巫数量已经超过了 白流以后的话 这个狩猪的一个部队 就等于说整场都要加着一个 缓速来跟人主来打一波 那个决战了 现在的话麦斯发现 对方真的是不打就回来了 那你不回来我就开始猜地中了哟 现在的话令也是表示 不行啊地中猜了以后 我就属于有钱没地方花了 这个圣塔真的是 非常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其他族 怕人族的一个塔 并不是怕那个剑塔 而是怕这个圣塔 圣塔呢攻击虽说不高 但是他非常的恶心 像英雄这个东西的话 你被他点几下 你就特别特别难受的 其实像这种塔的话 我跟你说 你换成三个剑塔 估计令都还不太虚 但是呢你换成三个圣塔的话 还真的是非常恶心 你看这边剑城刚一过来 蓝就直接被抽干了 要等于说前线你这里是三个英雄在战斗 你这里可是有一个三级的DH在这啊 现在的话令的一个部队准备强促一下圣塔 但后排的一个白牛了 这里蓝真的是掉的非常快 刚才两百多的一个蓝 瞬间就变成九十多的一个蓝了 而对于麦斯这里的话 蓝女巫师非常的多 然后身上的话还有一个大无敌 应该是能刚一活 MK这里的话是吸收了大量的伤害 只能说令这个剑上还是比较刚的 刚才那个龙游是爆了一个 百分之三三的一个抗魔的一个腰带 这里只需要慢到耗就行了 只可惜 麦斯没有看到这右边这一块 有个上天跟地洞啊 如果这一块打爆的话 令这一把真的是可以说崩盘了呀 不过现在这个局势啊 对于麦斯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圣塔在这就可以不停的限制下 对面的一个蓝 你像刚才这种小微刚准备过来碰一下 这边圣塔开始点他的只能往回拉了 如果是一个剑塔的话 管理三七二十一的 直接往前面冲就行了 现在的话圣塔又是在点着这个白牛 我只能说白牛这个蓝没了的话 他真的又成了一个远程的一个大连头了 其实现在对于猎来说非常的着急呀 人口已经见红了 唯一能出这边就只有大忌 而且的话还得死一些边才能输的 对于麦斯来说旁边就是个商店 我这里有血皮随随随的都可以补几下 血皮一颗 你的一个输出的话 其实上只有一个剑胜的 这里令的话是要想方设法的 去秒下对方的一个英雄 MK这里的话身上是有一个蓝皮了 网中MK想跑根本不能的 现在的话 你一个隐形是夹在身上了 这里隐形引完了以后又是一个飞锤 直接扎在这个剑胜的一个身上 现在麦斯要秀起他的一个操作了呀 现在对于麦斯来说的话 前面有破法顶着 后面有男女巫在那各种消耗着 在这前行起了一个农场 据说 兽族的家很肉 很硬是吧 在这里家里起点农场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主意的 现在小Y在后面非常的尴尬呀 只能保护这个健身 健身这里是邻居里躲了一个锤子 这里小Y的一个辨识直接是变到MK了 只可写MK这里的话是一个残血 残血这里怎么弄 又是一个隐形又躲过了一些 只是说麦斯现在的一个操作是属于 那个快而不乱 这个大反正的话 血量是因为开始先离了 这一波是不能TP的 又是小Y的一个变 看一下麦斯这一波怎么去躲 这里的话又是一个女巫的一个隐形 躲掉了这最后致命的一期 然后另一方面面对这种 麦斯的一个神级操作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打出了一个机器 这一把的话我只能说 谁说韩国人猪弱的 韩国人猪在这一个操作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而且它明显是跟中国人猪 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中国人猪打兽猪 是非常的凶 非常的着急 而韩国人猪打兽猪 是非常的稳健的 你没有见过拖两波农民去练极的 而练完第二个点以后 直接把农民拉到人家家里去 慢慢的造塔 然后呢其实第一波塔的时候是属于 玩塔流的那种打法的 玩塔流是属于人主要48到50的人口 然后再慢慢悠悠的跑到寿主家里去 打一个持续作战的 然后最后一波的话 麦斯是利用他的一个女巫隐形 是非常精妙的躲掉了对方 剑神两次想杀英雄的一个节奏的 如果那两个英雄都死了的话 我觉得这一把令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并且他的一个剑神跟小微等级都非常高的 只需要再打一会儿 对方经济只要崩盘了 前面的一个阵型稳不住 后面的一个部队就肯定是拿一个送一个了 这一把的话麦斯赢了令以后 其实大家都挺震惊的 因为大家都当时是想着 人主里面麦斯是属于一本经验书 是吧 经验书这种东西就属于谁看到谁都可以提 但这一把麦斯直接拿下了令 是等于说打掉了寿主的一个大将 是直接把人主的一个星星全部加到了一个满状态 所以下一把的话就会非常的精彩了 下一把受众师派出了赖克来赢在一个麦斯 赖克当时表示 哼打麦斯是吧 他就是一个老掉牙的一个选手 派我上去直接猛张飞把他给钢死算了 好 今天的比赛呢就给大家介绍在这 希望大家喜欢 在结合的同时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吃货特点淘宝卡姆 欢迎他们的光临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朋友们拜拜